打進場內 這一次又弄球 又掉球 再傳 又失誤 又失誤啊 Luke Smith 這已經是頻繁再不過的一個滾地球 又失誤 然後又是Luke Smith 怎麼會這樣 這個球這麼 這麼Routine 最主要他的心理已經受到影響 現在任何頻繁的球 他都懷疑他自己有沒有能力去處理這個球 就是懷疑人生 對啊 這真的是已經是心理上的起變化了 Paul都下場了 然後現在Burke的守備機會 完成的接殺 四壞球保送 用球數已經是63球 只經過了一天的休息 打直到輪到的是野口治災 那現在投手教練先上來 也是技術性的拖延時間了 嗯 剛剛才掛掉電話 因為基本上場上投球的Vaslasky 他是救援投手 嗯 今年在NCW的18場出賽 只有一場做先發 18場出賽才投27.1 平均一次上場投不到兩球 嗯 揮棒 這是一個揮棒落空的三陣出局 這個變化球 如果不打是四壞就保送 嗯 這去球投得不錯 右手打得出棒 這球打得不差 在中右外野方向 會掉下來 形成安打 這個安打球 有可能掉兩分喔 嗯 在經過CUTO之後 再回傳 來不及了 北上的跑者都被清回來了 野村又欣 這個打點呢 幫助了日本隊 現在正式的取得了10比0領先 這個兩分有什麼重要呢 因為10分的差距的話 如果8局打完 得以提前結束比賽 對 是有提前結束比賽的這個制度 所以這個兩分呢 尤其那第二分呢 非常關鍵 9分的差距跟10分的差距 差距蠻大的 因為是兩人出去 所以球一打出去 雷上跑者根本毫不猶豫啊 嗯 而且這一局呢 又是因為三壘手的Lew Smith的失誤 而引發的非擇10分 上一局的3分 通通非擇10 這一局的2分 也是非擇10 這兩局就加起來5分的非自擇 對啊 那現在是不是要換投手了 對 沒錯 現在 野村又上來了 他真的只能夠謝謝啊 謝謝他在這一屆亞冠賽 非常非常賣力的投球 尤其是今天 也投了73球 失誤呢是造成了在第7局跟第8局 日本隊能夠可以把這個分數翻兩番的一個很重要的贏 啊 又是一個四壞球保送 四壞球保送 呵呵呵 暗號看很久呢 看到最後是投四壞球保送 石橋 好 揮棒 還有捕手沒有接到 但是呢 雷山的跑者也全部沒有向前推進 來 結果是判定出棒 三陣出局 那既然是三陣呢 也就結束了日本隊在第8局的攻勢 有2分的進仗 目前是10比0 日本領先 是 1 4 5 2 4 5 2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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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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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